台灣貴為牛肉麵之國 隨便找到牛肉麵吃 特別是西門町附近的洛陽街 可以說是牛肉麵一條街 所以本台長在教徒前和你介紹過兩碗牛肉麵之後 我們今次再介紹一些特色的牛肉麵給你吃 富宏牛肉麵其實在台灣本土和內地都算有名字 這間牛肉麵位於西門和北門中間 對於西門經常出入入的你 走到一、兩個街口便找到這間牛肉麵 現在眼前看到那條路 前面這條路是通往西門 不懂得走的話 這裏叫西寧市場去Google找找 吃到這裏 24小時營業的 很多遊客來吃 其實都 很多次是濃味的 你看看醬 全部都是遲點濃 我們點了兩碗麵 一碗小的牛雜麵 一碗小的牛麵 但問題來了 小的都是這麼大碗 你們自己看 我們手這麼大 你看到 小的都這麼大碗 你覺得大碗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試試下一點點 不知道給你們 是否蝦子 我們先試一下 剛才那些是名太子 雖然我不太明白 為何會放名太子 但很辣辣的味道 你試一下 嘗嘗 我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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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見到這個麵 很爽 手蛋麵 不是爛爛爛爛 已經很好 不過手蛋那一刻 我們都加分了 如果你不加辣 不止加料 其實本身都是清湯底 不像我吃的牛麵 它一開始已經是超濃味 但是它的湯底這樣就夠味 沒有之前 上次在萊巴西沙灣那樣 這麼淡 那你如果喜歡清湯 就這樣 就不用加東西 它清湯也夠味 它又沒有那個 清湯的湯 就不可以喝的 因為太濃了 其實基本味道 我們試一下 現在試一下 就加一點辣 我一大塊 一大塊 Sorry 哇 下的辣會怎樣 先試一下 辣結湯底 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辣的 就是剛才的明太子 和這個辣的 都是有一股牛油的感覺 它只是有辣的口感 但是湯喝到下去 其實你不會覺得如何辣 河灣食牛肉麵 真的千變萬化 你盡量每次都吃不同的牛肉麵 但是正常 你來西門 你太多美食 你未必會走到北門這邊 找牛肉麵吃 但是我吃完之後 我真的要推介給大家 那個味道 24小時營熱 味道又適中 又不喜歡太濃 又不喜歡太淡 又不喜歡太淡的味 又想試一下 台灣很原始的風味 真的要試一下 嗯 剛才我說過 這間牛肉麵 很有古早味 但是這間牛肉麵的時跡 比較特別 這間富宏牛肉麵 前名叫 建宏牛肉麵 本來兩兄弟 一人開一間 怎知我反了面 哥哥就把店名 改名為富宏牛肉麵 於是大家可以品嘗到 兩間口味相近 但風格不同的牛肉麵 富宏用刀上麵 建宏就是你平時吃牛肉麵的麵條 所以本台獎 今次優先選擇富宏先 但下次我們來台北時 一定會試到建宏 給大家一個中肯 而真實的比較 相信牛肉麵這個主題 我們在台灣已經可以拍一年了 大家如果有牛肉麵推介 歡迎留言 讓我可以介紹一下 拜拜